哎呀 老吴 你在这里啊 这小盒是他的床 这冰箱上面 他每一天都跑到这儿来睡觉 你看 有笔子 你看 老吴啊 非常喜欢这个小盒 对这小盒轻有多重 把这个小盒放哪里 他也不干 知道吗 他就在这里转 在冰箱转就找盒 然后放过来 他就开心了 那我们吃吧 看这几个小鸡好可爱 是咱们家大鸡敷出来了 偷偷敷出来了 然后呢 我为什么给他装的小笼里呢 我要送给一个朋友 让他来养 因为说实话 我不太适合养小动物 我这个人呢 就别人家养鸡呢 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家禽嘛 但是对我来说 我就会产生很重的感情 我鸡已经好多了 这个买下来好多个 所以说我养鸡又不会来吃肉 我就是吃它的蛋 蛋又减不到多少 然后其实这些鸡已经够了 他意外出生的小鸡 才送的朋友来养 但是我心里真的是 跟鸡妈妈分开那一刻 我心里好酸好难受 但是又怎么办呢 好兴奋的 实际看到小鸡就兴奋 这小鸡都长羽毛了 我就特意等它大一点 再送过去养 然后就可以了 太小了送过去不安全 来 回去了 走了 我心里真的是受不了 这个鸡妈妈一直在找小鸡 然后这个小鸡也在找妈妈 然后我干脆把大鸡抓到了 一起送给我朋友 就是也是拇指不分离 走了 我把这些鸡送给我朋友非常放心 因为它也比较有爱心 我上车送给它一只贵费鸡 一年多了 一年左右吧 它现在还在养着呢 它养着好肥哦 大大哥 母鸡不要给我啊 不是 它这个我感觉还是离开妈妈 于是我这里有鸡可以不带的 不是 它早小时我感觉挺可怜的 我这个人是拇下来的 母鸡不要给我 不是跟你跟你一起养 母鸡不要给我 一起养 我那多的是 那个我看它 它在我那一直也在找小鸡 我就感觉让它拇指在一起吧 哇 拇指传逼了 你看 它都钻肚子了是吧 来来来 可以来 坐下 不不了 吃了我内妈还有吃了 还拍视频 我一直播都忙不过来 等着感谢呢 你这是出去玩酒 把茶吃起来 对 感谢我这马上又要出去了 好可怜 我感觉在把大机器抓过来吧 进去 咱们做几个下盆菜 看一下这个番茄就不好 这是咱们随便买的 怎么变着呢 就是里边跟外边 它是空心的 然后外边皮很硬 里边这个摸起来是硬硬的 就是本来是没熟的番茄 它只要抹上那个吹熟的 第二天它就变好 很快的 今天咱们做几个小菜吃 聊聊天啊 马上要进到新的行程 去到山东 山东那边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农家黑毛土猪肉啊 那个老板说我寄过来了 一些猪骨猪肉 我吃了 挺好吃的 说实话 比年前咱们卖那个黑毛土猪肉更香 咱们去县城看一下 他说它是在山上散痒 一片山 痒好多 然后呢 味的都是什么五股扎凉的 什么的 咱们说实话 我吃的是没问题 是真的香 真好吃 咱们县城再看一看 猪身上最精华的位置是哪里呢 就是梅花肉 看看这纹路多漂亮 咱们在锅中放入猪肉 放入葱姜 继续炒香 放入酱油 放入酱油 这么好的土猪肉 放一点盐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不用放 出锅前呢 我们勾点薄片 又一道虾粉菜 番茄炒蛋 吃饭 凉拌青瓜 咱们今天要做重一点 这个凉拌青瓜 开胃是吧 嗯 相信吃最好 咱们那个泡萝卜拿来吃 昨天不剩了 放开 放一看 吃饭 烤入小餐 这个很下饭 现在我们大碗菜吃 都小菜 这一桌菜 充分好低哦 嗯 好吃 这楼包菜 你很难啊 嗯 这种菜喜欢吃什么菜 可以点 小菜随便点 大菜没有 嘿嘿 这个 这个楼 好香啊 很好吃 有没有粉丝说我们三个人吃几个太多了 不是我看就去四个我们都吃得完吗 没有啊 我们一分就吃完了 如果是肉才就吃完了 这种素菜 你有没有粉丝